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可慕神恩, 尤其是要可慕做先知之恩。 原来那说语言的,不是对人, 而是对天主说话。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它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 但那做先知的, 却是向人说箭术、劝慰和鼓励的话。 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 那讲先知话的,却是建立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 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 因为讲先知话的比说语言的更大, 除非它也解释是教会获得建立。 弟兄们, 假使我来到你们那里, 只说语言, 若不以启示或以知识或以先知话或以训会向你们讲论, 我为你们有什么益处? 就连那些无灵而发声之物, 消也罢, 禽也罢, 若分不清声调, 怎能知道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 谁还准备作战呢? 同样, 你们若不用舌头说出明晰的话, 人怎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那么, 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 谁也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语言, 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 假使我不明白那语言的意义, 那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蛮夷, 我也以那说话的人为蛮夷。 你们也当这样, 你们既然可慕神恩, 就当祈求多得建立教会的恩赐。 为此, 那说语言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 因为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 是我的神魂祈祷, 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 那么怎样才行呢? 我要以神魂祈祷, 也要以理智祈祷, 我要以神魂歌勇, 也要以理智歌勇。 不然, 假使你以神魂赞颂, 那在场不同语言的人, 既不明白你说什么, 对你的助谢词, 怎能答应阿门呢? 你固然注谢得很好, 可是不能建立别人。 我感谢天主, 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 可是在集会中, 我宁愿以我的理智, 说五句训会人的话, 而不愿以语言之恩, 说一万句话。 弟兄们, 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 但应在邪恶上做婴孩, 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 法律上记载, 上主说, 我要借说外方话的人, 和外方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 虽然这样,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 而是为不信的人。 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 而是为信的人。 所以, 全教会共同聚在一起时, 假使众人都说起语言来, 如有不通的人或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要说, 你们疯了吗? 但是, 如果众人都说先知话, 即便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进来, 他必被众人说服, 也必被众人所审查。 他心内的隐秘事, 也必会显露出来。 这样, 他就必俯首之地朝拜天主, 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 弟兄们, 那么怎样做呢? 当你们聚会的时候, 每人不论有什么神恩, 或有歌勇, 或有训会, 或有启示, 或有语言, 或有解释之恩, 一切都应为建立而行。 倘若有说语言的, 只可两个人, 或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讲话, 也要有一个人解释。 如没有解释的人, 在集会中就该坚默, 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 至于先知, 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 其余的人要审辩。 若在座的有一位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 就不应该再发言。 因为你们都可一个一个地说先知话, 为使众人学习, 为使众人受到鼓励, 并且先知的神魂, 是由先知自己做主。 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 而是平安的天主。 犹如在圣徒的众教会内, 妇女在集会中应当揭默, 她们不准发言, 只该服从。 正如法律所说的, 她们若愿意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在集会中发言, 伪女人不是体面事。 莫非天主的道理是从你们来的吗? 或是唯独临到了你们身上吗? 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 或受神感的人, 就该承认我给你们所写的 是主的诫命。 谁若不承认, 也不要承认他。 所以, 我的弟兄们, 你们应当可母说先知话, 可是也不要禁止人说语言, 一切都该照规矩按次序而行。